嗨小老米们 祝祝年快乐 2018年也是出了不少好听的歌呢 不知道你拼可哪一首 姥姥这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18年那些快智人口的金曲吧 首先要说的肯定是杰伦的《等你下课》了 这首歌主打校园纯情风 阐述年轻人暗恋女孩 苦苦追求每天等对方下课的心情 话说周杰伦在7天内完成配唱 音乐制作 歌词版MV 特意选择在2018年1月10日 2018日生日这天 用该歌曲和歌迷一起度过 也是超甜超虫粉了 《喜欢你是TFBOYS》组合 在2018年的七夕情人节发布的新歌 这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首表达关于爱的歌曲 音乐整体旋律十分轻快 甜甜的很适合夏天 重点在最后一句的播 击中各位粉丝宝宝的少女心 Wa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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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it是蔡徐坤第五首原创作品 由蔡徐坤包揽词曲创作 音乐制作 于2018年8月23号发行 蔡徐坤在歌中用了极具个人魅力的唱腔 在《纯粹男生》里 给那里灰色伤感的歌词 配上了强烈抓耳的旋律 主旋律和和声分别歌颂着爱与艳的对立 《卡路里》这首充满魔性洗脑神群 是火箭少女出道后的第一支单曲 配合神剧西红柿首富取得了空前好的效果和口碑 特别是行走的锦里杨超越在歌曲中 一句无法复制的经典 燃烧我的卡路里 更是成了热色话题 年少有为是李荣浩今年的新歌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李荣浩 把这首歌演唱得非常动人 不少人表示听了这首歌之后流泪了 想起了错过的爱情 不然是电视剧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的主题曲 由毛不易演唱 将世间的是非纷扰隔绝在自己的小世界之外 潜迎低唱出一声无悔的潇洒 猫猫的新闻 快和唠唠分享你的一八年歌单吧 报导